新华社北京3月25日新媒体专店,英媒称,我们发现了4000多颗围绕遥远恒星运转的行星,但最后发现,它们很可能都不具备生命计划的合适条件,这使得地球比我们想象的更特别。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3月22日报道,人们通常认为,如果行星表面的温度,是和液态水存在,那么,它就能够承载生命。 但技术上移居,并不意味着一颗星球就具备了生命出现的合适条件。 地球上出现生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,来自太阳的紫外光,发挥了作用。 科学家认为,紫外光照射简单分子,给予它们足够的能量发生相互反映,形成创造生物体所需的更复杂的化合物。 2018年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名为生物起源区的概念,在恒星周围的区域,某颗行星能够获得足够的紫外光,来启动这种生命起源前的化学过程。 但紫外光又没有多到另行星无法出现生命。 由于其中一个是基于温度,另一个是基于特定波长光的强度,因此,恒星周围的宜居带和生物起源区,并不总是重叠的。 波多驴各大学的马克思胡西诺马尔多纳多和阿维尔门德斯,把生物起源区的药,求应用于一个位于宜居带的已知系外航星名单。 在我们发现的49颗位于宜居带的系外航星中,只有8颗满足要求。 胡西诺马尔多纳多,本周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大会上,介绍这一研究成果时说,即使这8颗行星也不理想,因为它们的半性很大,这意味着,它们可能不是颜太行星。 报道称,较大的行星往往在变大过程中吸收气体,变成像海王星或木星那样的气态巨行星,而不是像地球或火星这样的延时星球。 此前的研究结果表明,半径超过地球半径1.7。 被的行星很可能是气态行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